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日本玩了七天 那么今天我不是给大家分享我日本的邮寄 我只分享一点小事 真的在日本的这些天里 让我对这个东陵国家刮目相看 一件小事 在酒店里我住在hotel 人家每天给你送一把牙刷 就这种普通的牙刷 我们看这么小这么小薄 可能我们认为任意用一次就扔了 很劣质的 但是我一用我发现这个牙刷真好用 于是第二天我都没有换 因为它那牙刷是自取的 我就没有再换 我一直用了三天 然后呢我就回来了 然后把它带回来 一直用到现在整整 一个月一个多月了 我还在用 用成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看 看这毛都散了 我就在这想 我去哪再买一把这样的牙刷呢 手动的啊 很不值钱的 为什么这么好用 突然想起来 毛尔本不是有呆搜店吗 不全是两块八的日本产品吗 那么多 过去我也没注意 也没发现牙刷呀 于是呢 前天呢 我就专门去了一趟 去找牙刷 找了一会儿 终于发现了啊 发现了一个这样的牙刷 就发现了这个牙刷啊 咱不认识日文 咱总是认识中文吧 有牙齿的革命 而且它旁边写着 这个牙刷销量 已经达到了两个亿 我想它一定是很好的 因为有这个牙刷做铺垫 我就相信了 日本的产品 它的质量 还有它的创新 真的是很棒的 于是呢 我就买了回来 买回来呢 我就开始仔细研究 这个说明书啊 它后面呢 是说 其实我原来没期望着 买个这个电动牙刷 我就这个手动的就行啊 结果呢 买回来发现它还有电 它上面写着 如果你每天有15分钟 你可以用一年 好吧 它是电动牙刷 我就把它拆开了 仔细研究 哦 这有电 看到了吧 这一按灯亮 有电 但是呢 无论我按哪 它的牙刷头都不会像我们 以前用的那种电动牙刷 叉叉叉叉叉 会震动啊 会帮你把牙刷干净 它不动 它不动 我说 买了这把牙刷 我不会用 我就又跑到戴手电 去问他们 我问一个员工 我说 昨天我买了一把牙刷 在你们这里 但是呢 我不知道怎么用 Can you help me 你可以帮助我吗 员工说 说 当然了 然后呢 他也不懂 他就带着我到牙刷柜台上 拿着这个说明书 研究了半天 又把我拆开的这个牙刷 是来是去 他也不会用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那你明天再来吧 明天我们这就 有一个日本的员工他会 他懂得怎么用 让他告诉你 我说好吧 我就准备走了 我突然想起了 我买了牙刷 没有牙膏嘛 我又问那个员工 Excuse me Where is the teeth paste 那个员工呢 说 Sorry I don't know 他就带着我 又在店里转呀转呀转呀 转了好长时间 他居然也没有找到牙膏 他就说 Sorry Nothing 我说No problem 没有就算了 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 像日本人做事 那么细致 那么精准的 他卖牙刷 他不卖牙膏 他让我们怎么用啊 于是呢 你看我牙膏也没买到 牙刷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就又买了点别的东西啊 反正那里头宝贝多着呢 以后慢慢跟大家分享 然后买点别的东西 我就准备走了 这时候迎面碰到了我 问他牙刷的第一个员工 他就说 Google 他一下子提醒了我 对呀 现在这个世界 知之为之之 不知Google之呀 于是我就找了个墙角 我那一站 马上打开手机 Google 一Google 哦 恍然大悟 真的发现了新大陆 什么呢 原来这个牙刷不是普通的牙刷 它叫负离子牙刷 而且最绝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用牙膏 怪不到人家不卖牙膏 根本就不用牙膏 人家那个说明上就讲 蘸点清水 把你的手指都打湿 捏着这个地方啊 就这样捏着 就可以开始刷牙了 好开心啊 然后回到家里 还没吃午饭 我就先刷了一次牙啊 我试试这个不用牙膏 用清水刷牙什么感觉 刷完以后感到口腔 非常的清爽 好 吃完饭再刷一次 吃完晚饭又刷了一次 三次刷完 奇迹出现 大家知道吗 牙刷的这么白 那都是小case了 我发现牙齿里头啊 那个根上就牙 牙银的根上 会多多少少有一点 那个牙结实啊 习惯了自己也不觉得了 但是我们舌头一舔 觉得好像松动了 我用手指甲 轻轻一扣掉了 刷了三次牙 里边的牙结实 全部一干二净 相当于什么呢 以前我也去牙医那洗过牙呀 你花了很多钱 去洗了一次牙 洗完以后 好像牙齿很干净啊 然后里头的牙齿 全部清洁了 这个牙刷呢 就有这样的效果 不光把你的牙刷的根白 牙缝里的东西 清得很干净 三次牙齿没有了 牙结实没有了 哎呦 这个太厉害了啊 那它叫什么呢 给大家说说 它叫 它的名字叫 Kiss You Kiss You 你懂得 当你的口腔清洁 牙齿亮白的时候 当然可以Kiss You了 这是一个啊 当然有人会Kiss You了 然后呢 接着呢 我当时就买了四个牙刷头 这样我至少可以用那年 好了 我今天早上又刷了一回牙 现在刷牙简直是享受啊 又省钱又省劲啊 对了忘了说多少钱了 这个牙刷不是两块八啊 九块三 牙刷九块三 牙刷头也是九块三 一共十几块钱 你就可以得到了一口 洁白亮丽 清洁的牙齿了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东西越分越多啊 我也希望你有好东西分享给我 我也会把我的发现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在这里 刚来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的时候 也是别人告诉我 这个东西好吃我去买 那个东西好用我去买 我就想到刚刚来的那些同龄人呢 那些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那些grandma呀 他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困难 那么我今后呢 我也会把发现的好东西 及时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和我一起happy 节目啊 一定要记得订阅 点赞 留言 转发 你的订阅呢 我的发的新的内容 你可以及时的看到 它会提醒你 记得打开那个小铃铛啊 那你的留言呢 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快乐老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快乐老了 我遇到那个困难怎么办 我这个节目本来就是给大家办的呀 那你 你给我留言了 我就更知道你需要什么 我会综合大家的需要 去确定我节目的内容 那么也欢迎去转发 给更多的朋友 让大家都成为happy grandma 好 谢谢你收看的节目 拜拜 Have a nice day